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制作上拿鸡 什么是上拿鸡呢?继续开采取吧 先把白米清洗干净 最好是提前一碗把白米准备好 然后借过食权清水放进冰箱结冰 上拿鸡 接下来我们腌制鸡肉,把材料准备好 在这里我们需要料酒,生抽还有蚝油 当然也少不了姜还有蒜米 如果有葱白的话可以加入,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吧 蒜米尽量不要切得太碎 然后把姜切片 准备好腌制材料之后,我们这时候准备鸡肉 把鸡肉切小块 建议使用去骨的鸡肉 鸡肉切好之后加入所有的酱料 蚝油、料酒还有生抽 留一部分生抽,用来沿着香菇 然后再加入切好的姜、葱、蒜 然后用手把它们抓均匀,这样可以帮助入味 再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大概2个小时左右 今天我使用的是新鲜的香菇 你也可以使用干的香菇 提前浸泡至软化 最后把香菇切片 切好的香菇加入剩余的生抽 搅拌均匀,放进冰箱冷藏待用 好了,现在我们煮粥 结果冰的米会更加容易被煮烂 把已经结冰的米放在饭包里面 再加入食量的清水 然后用煮粥的模式烹煮 当粥煮好之后,我们加入电饭包自带的蒸笼 在底层我们加入香菇 然后再把肉放在上面 居然肉汁就会留给香菇,然后再留进粥里面 剩下的酱料也加进去吧 盖上盖子再继续煮10-15分钟左右 好了,这上拿鸡就已经煮好了 现在你是不是已经领悟到为什么是叫做上拿鸡了呢? 基本上粥已经是有味道的 除非你是重口味的人 而且是充满酒香的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或者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